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果酥凉皮的制作方法 这可是我5年前花了2000学来的经验和配方 今天免费毫无保留和大家分享 我会详细讲解,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 学会之后开店炼摊都不是问题 500克高筋面粉,蛋白质含量12.2% 加入5克的盐,300毫升的凉水 用筷子边倒边搅拌 先搅成大絮状,没有干面粉的时候再下手和面 这样的话面不容易粘手 最终和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不需要太光滑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20分钟之后再来揉面 这个时候面团很轻松就可以揉得非常光滑 大概就是1-2分钟就可以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快速洗出面筋的小技巧 盆里加入1000毫升凉水,加入5克盐 搅拌融化 把我们饧好的面团放进去浸泡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再来洗面 这个时候很轻松就可以洗出面筋 泡面团的盐水倒掉不要 重新加入清水,大概2斤左右 腌住面团即可 接下来进行第一次洗面 洗面筋的手法没有什么技巧 就用两个手使劲地揉搓 挤压 第一遍就是要把这个面团重新卸开 第一遍洗面的话也就是4-5分钟 大家看一下 面团洗得烂糟糟的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把面汁水过滤一下 接下来再加入清水淹没面团 进行第二次洗面 第二次洗面是重复第一次的步骤 但是这一次我们就会把乱糟糟的面团重新揉在一起 面筋自动抱团,这是第二遍 用时也就是3分钟左右 还是把面汁水过滤一下 和第一次洗的面汁水倒在一起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洗面 这个时候水已经变得非常清澈了 到这个程度就表示已经洗好了 整个过程用了不到10分钟 三次洗出来的面汁水全部集中放在一起 夏天的话放入冰箱 沉淀4个小时以上 冬天的话常温处沉淀 洗出来的面筋松弛40分钟 直接上锅蒸 大火蒸半个小时 关火后焖10分钟 面汁水经过了4个小时的沉淀 大家看一下 可以清楚的看到水和淀粉已经分离 把上面的清水全部倒掉 全部倒干净 看到淀粉要流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清水倒掉不要 这个面浆我们用来做凉皮 现在用勺子把面浆充分的搅动起来 因为会有很多沉淀在下面结块 全部搅均匀之后分成三份 我们来做三种颜色的凉皮 做紫色的绿色的还有原色的 做凉皮的话不需要固色 直接加进去即可 火龙果汁20毫升 菠菜汁20毫升 搅拌均匀 原色的直接加入20毫升的凉水即可 充分的搅拌均匀 如果大家浓度掌握不好的话 也可以买个浓度剂 做凉皮的浓度是在16到18之间 面浆调好之后接下来蒸凉皮 我用的是26的螺螺 刷油的话可以刷薄薄的一层 或者不刷都可以 舀一勺面浆进去 晃动螺螺 使面浆分布均匀 薄厚均匀一致 必须等到锅内水开之后下锅蒸 大概就是一到两分钟 我们看到凉皮鼓起了大泡 表示已经蒸熟了 捞出直接放入凉水中 上面再刷上一层俗油 防粘还可以锁住水分 从边缘处未切入口 凉皮正要蒸熟 面浆浓度调好 很轻松可以煎下来 不会开裂 而且特别筋道有弹性 接下来再蒸一个火龙果的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 每次蒸之前 都要把面浆充分的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为了增加口感和卖相 可以适量的加入黑芝麻 黑芝麻需要提前炒熟 后面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水开之后下锅 做凉皮没有什么难度 大家只要能掌握住 视频中讲到的这些细节 保证都可以做成功 最后一个是菠菜制的 和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不再一一讲解 凉皮蒸好之后就是拌凉皮 切成一到二厘米的宽条状 超过水的绿豆芽 黄瓜丝 还有蒸好的面筋 垫在盘底 把凉皮放在最上面 尽量摆放的好看一些 增加卖相 最后一步就是拌凉皮 大量水一勺 蒜水半勺 盐一勺 糖和味精少许 生抽 香醋 搅拌均匀 最后淋在凉皮上面 再加入芝麻酱 提前卸开 红油 红油的制作方法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 发过的红油教程 商用家用均可 喜欢的家人们 麻烦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